充满挑战的2021年八通关杯自行车挑战赛 争霸刺客3 26号是在玉璃镇进行 早上的7点30分 在忠诚国小热情开启 而来自世界各地的自行车好手是奇迹玉璃 大家一起来竞输 完成赛事的选手们满脸笑容 看起来比了一场精彩无比的赛事 这是2021年的八通关自行车挑战赛 今年路线相当挑战 有上坡有高度的赤克山 吸引了许多优秀的选手来参加 尤其这次有来自三个国家的国外选手参赛 分别是亚美尼亚 俄罗斯 法国 台将则是国手吴志浩 以及全国各县市的精英选手来参赛 路线都很有挑战性 然后因为我本来就比较擅长爬坡 所以我知道这次爬坡比赛 我就专场跑过来 今天山顶有起雾 所以比较看不太出来 比完赛我们下坡的时候 就是回来路上 那个可以看到中国的风景 这很漂亮 擅长爬坡的吴志浩表示 这条路非常有挑战性 也很开心来参赛 主办单位为了要让赛事更加丰富 每年都精心规划 就是希望赛事越来越专业 采国际赛比赛的方式规格才去做 所以我们是把它拉到我们的193线道 然后在瓶子的路线上面 我们就直接这样放行 然后放行的话 差不多30公里的软身 就直接马上爬坡 攻顶11公里 所以对水運手会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挑战 不管是体育会这边 或是花莲县政府 那在我们玉里这边 我们也将会规划更多更棒 更吸引大家来挑战的路线 那希望大家引领期盼 未来自行车在我们花莲 在我们台湾 会更蓬勃发展 主办单位也安排了18K的 亲子逍遥组 轻松的骑行路线 沿途还有丰富的吃喝补给 以及在地美食摊位 让更多人可以一起参与这个盛会 记得高松松 玉里正采访报道